有人愁愁满志 走入985和211 向往更好的前程 有人垂头丧气 进入中专和职校 对自己不慎自信 也有人背起行囊 提前步入社会 对未知的世界满是迷茫 或许在大多数人眼里 一纸学历 隔开了两方天地 高学历者出众 低学历者出局 人生路漫漫 绝不是能让你直接到达终点的任意门 如果你还在继续 就是上坡 不必将学历 看成人生成败的关键 也会创造自己的前程万里 大多数人都吃过低学历的苦 考不上大学 你以后还有什么出路 不得不说 在这个社会上 也影响着它的人生轨迹 美国国家数据统计局 曾经做过一项 结果显示 最高学历群体 比高中学历群体的 平均收入高整整6倍 不同学历群体的人均收入 2009 South 高学历者和低学历者的差距 在求职初期 就凸显了出来 有人初中辍学 本以为社会充满生机 最后却发现 自己能做的只有门槛最低的粗活 有人高中学历 明明能力不错 却总被委婉拒绝 一档求职节目中 一位HR揭露了招聘的潜规则 每次招聘会之后 HR会给收到的简历 做一个简单的分类 一个人无论多优秀 没有一纸证书 只能被踢出局 规则很残酷 但也是现实 对于HR来说 他们也在寻求成本 和收益的最优解 这其中就包括时间成本 学历筛选 就是他们节约成本的第一步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学历就是一个人的敲门砖 它虽然不能完全证明一个人的能力 却能帮助你敲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年少时躲过了读书之苦 长大后就只能承受低学历带来的生活之苦 学历影响人生 但不决定人生 主持人尼格买提说 生活不是一纸蓝图 更没有标准答案 学历的确能够影响人生 却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 它是对过去成绩的一张总结 却无法决定你的未来 前外交部长杨洁篪 曾经也是一名低学历小工 18岁时 杨洁篪意外辍学 去到上海打工 在工厂里 工人们在上班之余 会聚在一起打排踢球 但杨洁篪却不同 每日反手工作之外 还在拼命学习英语 有人嘲笑他 你不就是个没什么学历的普通工人吗 学英语有什么用 杨洁篪对此一笑直之 不久 厂里有一些英文资料需要翻译 领导找遍所有人 只有杨洁篪一人能够看懂 后来 政府机关需要翻译时 杨洁篪被直接选中 步入仕途 22岁那年 他又凭借扎实的英文功底 被选入外交部 出国学习及训班 自此开启了他的外交之路 于杨洁篪而言 学历没有成为人生之路的阻碍 反而是继续前行的动力 杨贝宁曾说 如果命运是世界上最烂的编剧 你就要争取 做你自己人生最好的演员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 决定输赢的 绝不是起跑时的速度 学历或许能够提供入场券 却从不是决定命运的遥控器 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发展的 只有此时此刻的选择 学历很重要 但人生并不由学历决定 很多人在看待学历时 往往会陷入两个极端 一个是学历无用论 一个是学历决定论 但其实 无论是哪一种 都有失偏颇 承认学历的重要性 但别把它看得太重 很喜欢温国作家 图格涅夫的一句话 你不比一棵心暗 不比一棵树低 学历的作用是一块敲门砖 但决定人生崇拜的 则是你的能力 去年 马背上的副县长 赫娇龙的一个为家乡 代言的视频爆火了 遇众多赞扬同时而来的 还有人们对于他 学历太低的质疑 赫娇龙是普通人家出身 一开始只拿到了中专学历 毕业之后 他进行了成人教育 最后读到了在职研究生 相比于其他人 名牌大学硕士博士的证书 赫娇龙的学历 的确稍显黯淡 但这并未影响 他对家乡的付出与贡献 为了促进家乡经济发展 赫娇龙亲自上马直播 这让昭苏的马业 受到了全国瞩目 当地经济也得以振兴发展 一张文凭 或许能够在某些方面 证明一个人 但绝不足以定义一个人 胡雪岩书中写道 生存第一要诀 人要有意志 要忍耐 要等待 要经得起反复和波折 社会熔炉不同于象牙高坦 波折诡诀 竞争激烈 若想在其中展露头角 需要的是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除了知识本身 还有情商 逆商 沟通和德行 具备了这些综合素质的人 才能实现人生弯道的逆袭超车 持续自我提升 才是成功关键 马尔克斯曾说 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 就一成不变的 相反 生活会逼迫他 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 一生很长 千万别把意识得失 看成人生结局 往后余生 做到这四点 不断提升自我 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 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 很多人都把毕业当作学习的终点 但学习其实是一件终身事业 让自己保持阅读的习惯 不断提升自我认知与思维方式 学而不已 何观而止 决定人生成败的不是爆发力 而是持久力 一个人只有不断学习 充实自我 才能不被社会淘汰 实现人生圈层的进阶 保持不可替代性 知乎上有人问 一个人最大的竞争力是什么 其中一个高在回答就是 你的不可替代性 这个世界没有天生的赢家 想要无畏风险 就要变得不可取代 王小波曾说 世间有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 谁一旦屈服 就永远沉沦 将简单的小事做到极致 就是专家 将重复的难题找出新意 就是行家 只有自己变得不可替代 才有资格不被淘汰 要有破局思维 奇葩说里讲过一句话 不要被过去固有的观念所束缚 你是气体 你有翅膀可以飞翔 人的本性是寻求舒适圈 但要想改变困局 就必须学会破局 人这一生 永远都是不破不利 拥有长远眼光 懂得不断突破自我界限 才能为自己创造格局 努力进入更优秀的圈子 斯坦福研究中心 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成功学的调查 结果表明一个人的赚钱水平 12.5%来自知识 87.5%来自人脉圈子 你所在的圈子是人脉 更是平台 正如那句话所说 你是你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值 低层次的圈子 会不停地消耗你的能量 让见识和思维都停止成长 努力进入高层次的圈子 接触更优秀的人 是通向成功之路的捷径 百度人中说 人生没有尽头 只有路口 或许我们在某一段路上遇到了死胡同 千万不要微米不振 因为旁边另有路口 如果你在学历上碰了壁 那就别让自己在社会中继续撞南墙 生活从来都是公平的 所有命运给予的馈赠 暗中都标好了价格 每一次光芒万丈 背后都经历过铜云密布 每一条光明大道 必然都充满荆棘灾图 点个再看 愿每个人都能在人生道路上 突破困境 为自己开辟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